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应该勾起了很多回忆 那就是两位80年代末在那边生活 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当时怎么到的美国 还有在上周生活 还有艺术创作的一些状况 27年然后完全像做梦一样 当年我记得是87年 我当时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当老师 我们那个学院跟苏尼库兰 是有一个交换学者的项目 所以那也是那个原因 就是我能够有机会 就是当时首都师范大学 等于作为年轻教师 派我到这边来作为访问学者 所以有这么个机会 在柯特兰学习了一年 一年以后呢 这个天苗正好来过来 然后我继续要延长 继续转到另外一个学校 去读一个学位 所以天苗也有机会 能够过来一起陪我 来到纽约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有机会 跟这个柯特兰有一个渊源 所以27年过去 然后他们我觉得特别高兴 他们一直 没想到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我 因为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说我在这么多年 做了很多展览 或者有一点点小的 艺术上有点成就吧 我也一直像有一个 存在内心里存在一个梦一样 就是当年是柯特兰这个地方 让我首先就是见到了美国 然后而且是那些老师 对我的关切教育 是我真的忘不了他们 那个时候你们在北京 接受到的当代艺术 跟过来美国那时候 接触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 中国在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当代艺术可言 我觉得到了美国 我觉得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去怎么去思考 就是新的 用新的方式去思考 生活和艺术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些 很多的观察方式和想法 这都是不一样 我体会最深的 实际上我们到了美国以后 特别是经过那个一年 就在那儿学习 首先跟见到了 你知道接触到这个社会 另外呢 某种情况就是让我们 留下来 就是当时 有各种情况 比如说六四的发生 天安门事件发生 所以本来我们计划好的 当时应该是 在八九年左右 应该是返回 返回北京的 返回大学的 当然就是因为 这个八九发生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使我们突然 必须在留下来 在美国生活 所以我觉得 首先他 幸好他来了 就是我们 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来美国之前 就已经结婚了 所以我们呢 还好相互 是个伴侣一样 然后就留在纽约生活 那么面对的 我觉得 当时对我们 最大的挑战 就是你 首先在做艺术家的同时 你还是要面临着 你怎么能活着 就首先一个点 就是这是在 当年在中国 碰不到的事情 因为中国当年的状态 就是你 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了 我这个工作 都是有保证的 有这样的 然后到了美国 现在目前 就实实在在的 就让你面临 你怎么能够挣钱 养活自己 然后生活下来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几年 一是从艺术上的思考 来怎么转变 另外一点 就是说 我们突然了解到 就是说 你是不是还要 以一种艺术家的方式来生活 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是我觉得是面临 我们是不是要选择的 还是说你 对艺术已经不感兴趣 你会去为了生活 你去享受更多物质方面的 一个生活style 所以总体来说 来到纽约这件事情 其实改变了你们 对于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艺术家 这件事 这个想法有改变 对不对 其实国内的艺术圈子 当然跟纽约的艺术圈 差很多 那你们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说在北京 你们的圈子是怎么样 那来到纽约州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知道像王老师 有参与这个北京青年画会 那有跟八五星朝 有一点点关系 还参与了 可能还参与了八九大展的组织工作 要不要谈一谈这段时间参与的活动 对 我觉得我们在北京 当年是在出国之前了 我是文革后 这是第一届 七八年 七八年 对 七八年考上这个大学的那一代 第一波那个大学生 所以82年就毕业了 所以跟后来的所谓的国内的那些 比如说八五星朝的那些 那些艺术家们 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代人 所以当时我们在出国前呢 实际上八五 我是八七年出国的 八五年的时候实际上 八五星朝那些所谓的叫 叫moment吧 或者那种小的那种群体的一种 艺术思潮和运动已经发生了 某种程度上我也接触到 就像你说的 当时有一个北京青年华会 它那个青年华会呢 是一个半官邦性的组织 当然我也觉得 对于我是在大学里 北京大学里当老师 但是呢 在社会上 他们请我参与了这个 北京青年华会的一个 几个主要成员之一 当时也有比较非常活跃的 我们知道就是评论家 像高明露在里面 什么夏小万 王鲁言 像这样的 陈少平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半官方 然后但是呢 又相对跟之前的官方的那些美协和这个 都有基本很大的区别 所以好多年轻人 特别是在北京的年轻人 特别都愿意来参与我们这个 这个画会 可是真正的 当时高明露在那里头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我也是从那了解到 那些外地的那种八五 新朝的那些运动 那些小组 实际上当时在北京并不多 北京在新兴画会之后 就是在八五那些运动的时候 实际上都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和这个北方群体 什么这样 像张佩丽他们做的那个 那种都是属于小的群体型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我们是通过 我是通过那个那个时候 能够看到接触到和这个青年画会 企图来在这上面来来帮着来促成一个大战 就是后来发生了这个八九八九大战 当时按照我我知道的具体情况 应该发生的更早 应该发生在八六八六年的 八五八六年 对当时我们的华会做了一些工作 当时帮着租下来这个叫蒙展馆 而交了交了钱 交了钱 交了披扎 交了披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中国的政治变化非常大 当年实际上八五八六的时候 中国相对的在胡耀邦的那种这个啊 时期 戆小平戴胡耀邦时期 实际上相对的文化上比较聪松的 所以当时是准备好像在天安门和农场馆同时发生 就像一个当代艺术大战 结果突然的胡耀邦就出事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大战 看错掉了 我就听说那个农场馆也不还这个北京青年化会那个钱了 当时我就听说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好多计划 我好像好像有多少一百人 当时要如果发生会在天安门广场 那会大家一块做一个画什么什么一类的 当时好多是广州的大北巷什么 好多很穷的那些艺术家 我是听说很感动 说是卖雪 然后买了机构火车票 然后来到北京 好像开了一个会 好像这些照片史料 好像都在明露那儿 好像是不是都有 当时我们看到过 所以当时我是这种情况来参与和了解了一些 这个动作当代艺术的 可是作为我自身来讲还是在大学里开始教书一种画油画画又比较那种啊 思想上有一种这种骚动 但是问题是还没有真正的 这一幕的就是真正到这种 能参与到这种八五的 所以所以八七年我就正好出国了 对 后来听在北京的时候 听说八九大展开了 所以我说哦那就是我们当年 好像在北京应该提早开的一个大展 对那个时候在纽约 在纽约书 那那个时候 呃林老师在 在那个 art student league 嗯 学习 对不对 那那时候你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还得继续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念书 嗯 基本上是就是说 要一边工作一边念书 嗯 然后后来我就搞设计啊 什么的 我觉得那段时间确实是有一个非常 对我们俩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就是呃生活就已经压力非常非常大 然后 呃 哦 对我们过去受的教育表示呃 彻底的怀疑 但是呢 又很迷茫 在那个时候 我估计可能大概我们用了 嗯 用了三到四年的当值钱 叫我们自己称为 文化休克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还是跟我刚才说的是 一个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 你的生活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首先 我们觉得认识到的是一个 在纽约你要不要 还要做 以艺术家的这种生活方式来生存 首先先面临的 就是你一个最踏踏实实的 一个面对生活问题 说你能不能挣到钱 能够生活下去 能够付自己房租 然后不能够自食其地 当时不像现在 家里都没有任何 不可能给你任何的那边的帮助 不像现在的留学生 家里边会给你很多的钱 天苗带着100美金来到美国 我带着30美金来到美国 当然我来的时候是一个 那种访学者的性质 好像基本上没有太多的 第一年生活的顾虑 但是他真一年以后来的时候 实际上他兜里也就有一点 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克服的 我认为这个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你能生存下去 关键是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和文化的修科 和你那种在中国社会教育和中国的系统出来的 等于是社会主义系统出来的 然后一种到了这以后就完全是乱了 乱了就是因为这边的层次也很多 圈子也很大 然后看到的东西像台山倒海一样涌过来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们的 就是那个成熟能力得非常大的 再稍微生活稳定一点 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星期 要两天到三天再看美术馆 看画廊开幕 看Dunprofit Space的所有的展览 然后听各种音乐什么的 大概那个阶段是对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 那个阶段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种阶段 虽然是生活上比较困难 但是还是很幸福 对 不过那时候林老师在学校学的艺术是哪一种创作方式 我觉得我学艺术是从两个方面的 当时在中国 我比它可能还简单一点 我是从家里就是传承的这种方式 就是比较中国的 就是我父亲是艺术家 然后我的training的方式 都是那种中国传统的方式 一些training 后来到学校非常短暂的学了一年 是他是我的老师 然后我们在那边学的是油花什么的 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思维的概念和对艺术的 这个观察的好与坏 都是那种观察方式 都是那种 都那样的一个方式 到这边完全从你思想和生活行为 你让它完全是一种颠覆了 所以到这边 你在纽约是学习的时候 开始做新媒体了吗 没有 我觉得一直是他在慢慢摸索的在做 我在外面 我在旁观 我就一直在观察 思想一直就没停下来 然后一直是在观察它 然后我在一边做工作 一边做设计的工作 花布设计的工作 对对对 花布和室内设计 还有一些documentation和其他的 我在那方面成就也挺大的 五六个七八个的公司 都在跟我一合作 所以我比较从物质上那方面 比较能认识到 就是美国的价值观 和它的审美趣味 和那个fashion的一种走向 这个和这种 当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它是怎么能转化为 商业的一个商品 这个我比较熟悉 对对 那那个时候 王老师有在路边画人像 我觉得那当年 现在回忆那一段时间 就是三五年吧 就是留在 不得不留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那个状态 我现在就现在想 我们实际上从那段时间里 对艺术本身 我觉得今天的艺术 受益匪浅 那种新生活的经历 和让你重新一种体验 就是你当艺术家 一个艺术家的本身 对艺术家 做艺术家本身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本质的 你有一个认识 特别是在纽约这个地方 这个纽约当时我们听到的笑话 就是说当艺术家 纽约当艺术家的 那个你在当趟出个车祸撞死的 你问问 基本都是艺术 基本就是80%都是艺术家 这是一个joke了 这是一个笑话了 但是就据说 当趟这一带餐馆里的 所有的年轻人 你说吧 问一个都是艺术家 所以艺术家已经在这边 并没有像国内 你是个艺术家 背个画夹子 一种天生的 大家投了一种 特别崇拜的目光 说你talented的 或者你很聪明 但是在这儿艺术家 已经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就是说你选择的是 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 所以你还 你们怎么样 就说你们 还会不会以艺术的方式 艺术家的方式来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跟我们那几年 就面对生活 你比如说上街画像 没办法先去生活 然后还去他去做设计 他就给大家 跟这个美国的社会真真实实在在的 有一个生活的这种接触 我觉得这个东西 现在想来是非常非常珍贵 当时在纽约生活的中国艺术家 彼此往来都很紧密吗 我觉得应该是紧密的 当然 当然他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有的就是直接从大学毕业过来的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功成名就的来了 比如说陈丹青啊 小的那些人的 还有一些就是跟着大学的program来的 不同层次的来的 但是都是很多了 基本上那一代人都在这 对当年很奇怪 就在街上画像 Times Square Wiseport 还有那个Southberry 很多很多 当年我们听到的笑话 就是美国人认为 你们中国的大学生 或者年轻人 都每个人都会画画 下了笔记 你们每个人拿几本来拿去 比较全都会画画 我说不是的 我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现在所有在街上画像了 你问问基本都是90% 都是有专业 就是美术学校 起码是美术 都是美术学院 起码是美术学校的 这种专业的 training过的 他们很 他们很惊讶 所以我觉得当时特别有意思 就是特别深刻的 就是当年你想想 我们在街头实际上 能够 能够一起 实际上当年的 像包括陈丹青 包括艾未未 还有谭顿 什么这些都朋友 都是当年在大 就是在那个街上画像 他们也是搞音乐的 也是怎么样 都是在那地方晚上 晚上在那没有人可画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谈论聊天 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当年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不管你在当年国内 你有多大的成绩 或者成绩 或者你成功 成没成功 到了纽约以后 都给你从零开始 一个起跑线 每个人从头开始走 然后当年那么多画画的 我觉得到最后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美国特别好的一个社会 就是他给很多人一个另一次选择 就人生的另一次选择 好多人有可能在国内当艺术家 或者学艺术 就是一种误会 他可能就是不得已 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去学了这个了 可是到了这儿 有很多人发现 有我更喜欢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可能去 马上 这个社会非常实际 对吧 你付出一分 你会得到一分 那么他有可能说 我去做设计去了 我可能去做别的生意去了 你知道好多艺术家 基本上现在 他没有多少 我们认识的朋友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九十五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各自的选择 那么留下来的这几个艺术家 我觉得最后 他还是最后 看到今天 他还是继续能够往前走 那艾薇薇是在纽约才认识的吗 还是 我是认识他 比在纽约早一些 我认识他弟弟 他弟弟跟我差不多同岁 他弟弟和当时的那个弟媳妇 我们在一起玩的挺多的 但是那个会儿 薇薇已经出国了 后来我们到纽约认识的薇薇 那你们那个时候 圈子里的朋友 会一起办一些地下的展览吗 在哪呢 在纽约的时候 在纽约的话 基本上展览的话 很没有 基本上是在跟美国艺术家 就很少 就是在中国 中国这个小圈子里 因为我们住的 可能跟别的 这儿的艺术家 好像还有点区别 就是我们俩 这儿的中国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 跟这儿的中国艺术家 我们比较早的就是 突然发现 就是威廉斯布尔克那一带 住了很多国际各个地 很多这样的艺术家 年轻艺术家 从各地来的 那个地方也特别便宜 所以可能也跟我们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我们直接一下选到 就是马上就住进 租到那个那种loft 就 warehouse 很便宜 然后我们自己学着人家 这个在这边美国的一些艺术家一样 自己动手完全是很大的一个6000sqft的一个大的旧工厂 什么都没有 就是工厂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把它做成设计好了以后分成两个三个 然后做成这个艺术家studio自己做的厕所厨房 然后自己搭着sleeping bed 你知道就是那样 我们非常高兴 就是自己当时就是花了很多这种功夫 就等于特别向往 那样当时虽然苦穷 就是他愿意能进入那个 那个就是做艺术家那种生活状态 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 那里头也没有想到这种东西会生活 我记得我们在住的那边是有那种open studio 每年有一两次 然后那个每年有一两次呢 然后大家整个那一代艺术家全把门打开 然后可以互相走动 然后我们做很多那样的事情 就基本上和中国的这个艺术圈子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本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活动 然后我们也就就慢慢慢慢脱离了那个圈子 然后也互相的生活上来往很多 但是就是展览上基本上就都都都没有了 那那个说在Williamsburg 你们彼此open studio 大部分的人都做什么样子的作品 有有画画的 有有有加上的 也有做ceramic 还有人还做木木木器的 还有做做做那个好像是首饰啊 手镯什么的 还有很多是做做摄影很多 然后装置也非常多 video也也有啊 也有 所以但是但是两位好像是90年代初才开始做装置 或者是呃录像装置对不对 那第一次开始自己拍摄东西是什么时候呢 呃实际上我们当时在纽约的时候我第一件真正意的就是影像艺术 实际上是在95年的时候我回到国内的一个open studio 嗯自己在做的啊 在这个期间 在之前是全是installation 艺术基本上是从一种加上呃放弃一种架上 然后从架上走到three dimension这种这种啊作品 然后再用一些试着用一些材料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企图在慢慢的在进入这个这个状态啊 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呃天苗当时付出很多 然后他基本上跟我一起在我们在讨论 我们在周末我们在一起看盏栏 在实际上想法上一直一直是相互的这样这样进入一种状态 然后呢我呢他还让我拿出更多的时间 就来实际上再做一些实际的这种材料的训练这个这个这个试验 所以是那样一个状态 所以到了九三年以后我们开始有机会有机会能够探亲回国了 嗯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开始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做出一些那个从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些大的装置的嗯 作品然后有机会到欧洲的一些就在德国在啊在西班牙当时参与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当代艺术的群展啊 还有在呃当时在德国的那个斯多加特开始做大的一个installation的那种个展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那样一个方式我们开始进入当代艺术的 我觉得嗯如果跟当年呃国内的那些艺术家来比的话就是跟他们来的经历来比的话 我觉得我们好像跟他们呃九年代虽然到最后都在国内在做当代艺术或者第一个影像艺术展都在做 但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点进入当代艺术的途径上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太一样 他们是从八五浪潮八九大展那么一个相对群体的情况下是吧 然后慢慢慢慢走到这边我们是刚才讲的那样的经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